午后下起雷阵雨 没带伞的只好快速奔跑 避免被淋湿 高温过后午后降雨是夏季典型天气 另外夏季也是台风深沉旺季 原本在中西沙岛海面上的热带性DT 周日下午两点变成今年第二号台风末薄 气象局说它直接影响台湾几率偏低 那它以目前的行动方向预估的话 可能会在明天的下半天左右登陆广东的沿海 对台湾直接影响的几率偏低 但是在明天它有一些外围的水气 可能还是会为中南部地区带来局部性的短暂震雨 5号雷阵雨上午却是火辣太阳高高挂 周日中午不少侧站都破了今年当地最高温记录 像是板桥12点06分来到35.6度 台南34.3度 宜兰苏澳也一样 为了躲太阳干脆到台北车站大厅搭乘免费小火车 我知道我去玩小火车 免费体验好开心 大家都拿起手机自拍留念 最近天气变化大 要留意的是周三 另一波美女封面报道 说法不一 有的气象专家说停留至少六天 甚至有的说十天 气象局预估太长时间的资料 不确定性太高 不过至少会影响到下周日 而且不排除有好大雨发生 礼拜三之后开始 受到滞留封面跟西南风的影响 全台各地的天气都会变得相当不稳定 会出现震雨或是雷雨的状况 并且可能有局部性的好大雨出现 那要请大家特别留意 因为这一波美女封面 预计影响的时间相当的长 可能到下个周末 各地都还是在美女封面的影响下 由于五六个小时前 才能观测得到对流包发展 气象局提醒民众 未来几天都要随时留意气象资讯 做好准备预防暴雨成灾 记者叶志雄黄十分 SNG小组台北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